近期是這個收樓的高峰期 有業主就找我幫忙裝修 就發覺那個物業有些問題 而這些問題 業主是入住之前 其實可以先找發展商處理 那今天就找了一個slacking的專業團隊 希望提供一個驗收新樓的小提示給大家 大家好 又是我裝修樂 今天介紹我朋友 他是這裡的結構工程師 今天他就收新樓 成邀到這期最紅的阿文 幫他收新樓 還有他的團隊 Billy 今天幫你收新樓開箱 你有什麼感覺 現在集案體其實都有少少問題 窗台有少少入水 很多都是一些新樓會常見到的問題 但有很多裝修的東西我就不太熟 希望你們就幫我看得到 好 Eason 你在做什麼 檢查一下電 為什麼 怎麼檢查 有個按鈕插進去 按鈕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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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如果大家想用自己的時間 自己的工具去驗新樓 其實都不耐乎了幾個 第一就是燈仔 究竟有沒有調轉裝 第二就是 有沒有安裝到安裝器 給他抽氣線電的安裝器 究竟有沒有安裝器 應該有一個功能 就是把電阻礦了 兩層或三層高的物業 它會有兩個遙控 電阻礦 它有沒有調轉了 兩個遙控的位置去接駁 第三就是油漆 通常可能會覺得 好像很噁心 但其實NHBC的標準 是一個兩米兩米的距離 沒有任何反應 肉眼看 natural night 這個就是 按鈕插進去 的手法標準 另外這個漆漆煙機 開開它 再出一出 外面看看它有沒有接駁 是一個真漆漆煙機 第三就是 最常的踢腳板 踢腳板通常 很多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扣 扣著踢腳板 但很多時候 它錯過了 其實它就 鋅長 站著踢腳板 基本上你一踢就軟 水喉 看看它的來去水 有沒有駁好 尤其是洗衣機位 有馬馬實 洗衣機喉 另外就是 肉眼看到的 玻璃 有沒有裂到 好像這隻 其實它外面那塊玻璃 其實已經裂了 有一條裂紋在裂 另外就是 大家可以自己試一下 自己的門窗 三文一陷 兩邊鎖不鎖到 好像這隻 其實這隻是鎖不到的 那已經是 昨晚聽業主說 已經是 流水在下面 另外 就有一些 不太合理的位置 聽到聲音嗎 它頂著 這條欄杆 這裏就花了 還有 你這條欄杆頂著 你就會有危險 新樓都頂著情況 地下 有起伏 你看到我同事都在 量度 Eason 這個欠多少 16mm 另外這間屋 這間屋是有點過分的 全屋窗 Trickle Van 用來梳氣 都沒有安裝到 遮蓋 其實很多人都說 為何新樓的門 沒有鎖 沒有鎖 其實根據建設計 建設計 所有房間 都不可以有 自鎖 所以大部份 新樓都不會跟自鎖 來 試門最重要 試一下 衣服 有沒有 沒有鎖 沒有鎖 手柄有沒有花 基於安全的條例 其實大部份的室內門 都要有鎖 鎖 你看到這個 很明顯有一個 很帥的鎖 鎖 但是你看回這間 bathroom 它很明顯 沒有鎖 一關門 就 試水 就是試冷水 這個最基本 另外一個 不要忘記試的 就是overflow 升本的stopper 究竟它有沒有 做到它真正的 止水的效果 你看到其實它 儲不到水 你關掉它 一直在流浸進去 浸了 這一集 主要教大家 驗收新樓的小貼士 也很感謝阿文 和他的團隊 今天很幫忙 很努力去驗收這層新樓 至於下一集 阿文的團隊 會用專業儀器和經驗 幫Billy 找出肉眼看不到的問題 但是這些才是必須找發展商 搞定的核心問題